有些網頁不給人家複製 方法怎麼樣做 這個是Google流覽器 它如果要關的位置在這邊 就是一樣是右上角 三條線 剛剛是齒輪 設定裡面 最下面這邊有一個最下面的地方 進階 顯示進階設定裡面 它一樣是 隱私權 我們剛剛是安全性這邊 內容設定 內容設定裡面 就有一個JavaScript 實際上就是從進階裡面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JavaScript 這邊有一個管理例外 我的習慣是 把那個網站複製起來之後 貼到這邊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封鎖 比如說 像那個什麼 匹克方 我看匹克方蠻多 就是不給人家複製 像有時候我之前 像最近去 上禮拜是去韓國自由行 所以常常找很多 因為要爬文 找很多 很多網頁就不給人家複製 所以沒辦法記下來 所以我就把它封鎖了之後 就通通可以了 我就可以收集很多資料 不然有時候你到國外有時候 當然有辦網路 可是偶爾會不穩定 有時候你要突然看一些東西 那怎麼辦 連不上網路你就頭大了 所以先把它離線下來 先把它存在什麼 存在Word裡面 或什麼的 你到時候一開就可以開了 開得起來 所以還是不要太相信網路 有時候網路真的是 尤其在地鐵裡面 常常就是跟你斷斷續續的 或者一上飛機就完蛋了 一上飛機 像我就遇到一個問題 一上飛機之後 我重要的計势 放在雲端上面 突然這時候就沒辦法了 因為你在飛機上 你不能連網路 Wi-Fi也沒辦法 雖然現在有 好像不過非常貴 沒有人這樣用 所以還是怎樣 可以用這種方法 把它封鎖 然後把網址放上去 就可以複製了 這個當然不是正規的方法 不過人家的智慧才算權 還是謹慎 OK 好 那方法差不多 就是把它關起來 那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網路的資料 假設我每天都希望怎麼樣 按一下資料就直接到我這邊 那如果每一次 自動可以怎麼樣 幫我匯進來 那當然方法有很多 如果你 我們可以用之前類似的方法 錄製劇 所以錄製劇的方法就是 第一個你先錄製一個劇期 那這個劇期的話 就是比如說 我這個假設我名稱不改 或者你可以換一個叫什麼 下載 比如下載資料之類的 假設你今天下載 就下載好了 OK 好 名稱就要下載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開始要準備要錄製了 OK 然後比如說我今天 建立了一個下載的一個劇期 然後接下來怎麼樣 接下來就是 記得先把這個網址先複製好了 複製起來 接下來做什麼 就是到資料裡面的從web 一樣的方法 把它貼上 到 然後這邊把它稍微打勾一下 按一個匯入 匯入之後匯入到A1 按確定 資料下來了之後有沒有 那因為我不需要哪些資料呢 我不需要 A欄不用 所以A欄就把它選起來 按右鍵刪除 再來呢 欄寬我要自動調整 所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欄寬呢 自動調整 所以常用裡面有一個叫做格式 自動調整欄寬 最後取消選舉 就把油標點一下A1 取消了 OK 這個時候呢 最後記得怎麼樣 把開發人這邊停止掉 就錄製完成了 那這個方法 如果你下一次還在下載 你會發現你就是在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剛剛錄製的東西有沒有 就是下載按一個執行 當然你如果不加按鈕的話 直接從聚集裡面就可以執行 你會發現按下去 自動就有了有沒有 所以你下一次我建一個按鈕 那當然就直接怎麼樣 就直接可以直接把它執行了 可是問題 這個時候呢 它只能下載一個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批次下載 那你也是一樣嘛 先建一個清單 然後再來修改一下 我們剛剛寫的這個劇集 這個劇集裡面有哪一些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有沒有 其實這裡面的話 有幾個重點必須要修改 第一個是這個 UIL這個後面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我們剛剛的這個網址 所以呢 我們要修改的第一個參數 網址 第一個 OK 這個地方我 我習慣把它加一個變數是Y 第二個是後面的Name Name的話呢 我習慣有沒有後面這一串 其實跟上面好像長得很像 這個我習慣給它另外一個變數叫X 然後把它取代掉 就可以產生我要的 然後後面剛剛還有做什麼事呢 刪除有沒有 刪除這一列 刪除A欄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刪除A欄 在這裡就這兩行 不過實際上我教各位 其實這兩行可以改成一 就是直接改成一行就好了 怎麼說呢 你就直接怎麼樣 就是它錄下來是兩行 可是實際上你只要這樣就可以了 A欄點Delete就可以了 有沒有Column A點Delete 其實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這個地方就是刪掉A欄的意思 或者甚至怎麼樣 你乾脆直接 裡面放一個E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D欄三組也可以 然後底下的話欄寬自動調整 其實欄寬自動調整 它錄下來也是兩行 其實實際上 也不用兩行啦 你只要怎麼樣 一行也可以啦 就是什麼 Column A到L點Autofit 就好啦 可是你會發現 我們用錄製劇集的缺點就是 它會把動作錄下來 所以你當然最後我的習慣是 改一下嘛 能省則省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把這刪掉 它就變成呢 Column A到L是Autofit 所以如果將來你有些程式不會寫 沒關係 錄一錄自己大概改也可以啦 方法很多 最後游標再放回A1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錄完之後可以再重新註解 第一個 比如說第一個什麼 就是資料 從Web匯入資料 第二個是什麼 記得這個前面加一個單引號 表示是註解 第一個是註解 第二個我做什麼事呢 就是刪除A欄 第三個就是做什麼 第三個就是自動欄寬 自動調整欄寬 第四個是什麼 取消選取 所以游標放回到A1 OK 那這個是單一個網頁的下載 可是我們需要什麼 批次下載的話 該怎麼辦 我拿畫面先換給各位 等一下再來看 那當然 其實以後你要做成自動化 通常都是從單一個衍生出來的 所以這一個地方的做法跟剛剛那個批次查詢一樣的觀念 先一次嘛 再來就多次 多次裡面就是跑個回圈 告訴他我要查的東西 然後引述給他 自動再幫你把回圈從頭到尾跑完 結果就會做出來 只是差別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要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把要查的東西放進去 好 好 好